開始了 讓我們來音樂開機 好 隔了一天之後 我又回來這邊 繼續做這隻豬了 那大家不要問我說 為什麼都這個毛衣也是串通的 其實那就是因為 因為他要洗 因為是過年嘛 其實我就套上這毛衣 讓他有一點點 不同的 過年的氣氛 可能有些人會懷疑我說 騙人就是其實是同一天 昨天我是有領子 請你保證沒有領子 我昨天是綠衣服 我今天是藍衣服 誰理你啊 誰理你啊 好了 我們去年的任務是什麼 我要繼續把這隻豬完成 對 先我們把它撐開了對不對 對 然後我打算放那個 放蠟燭的地方 坐在這個 怎麼放蠟燭 我是覺得可以有一個足底啦 這樣放下去 我們用熱熔膠黏住它 這個蠟燭是隨時可以換的 你覺得呢 這個的寬度 把這隻豬撐胖 這樣寬應該夠了吧 這樣 我覺得這麼胖的豬應該還不錯 可以 現在可以凹進來的地方 直接去折它嗎 還好 有點歪 回來一點 本來打算要放成它的尾巴 我夾囉 Yup OK 我今天動作要快一點 因為我怕又不夠時間 我們已經熟悉在冷靜界了 可以去找鋼筋耶 我覺得我的豬還蠻牢固的啊 很可愛 對不對 不能夠那麼容易被它打倒 我們已經來了這個步驟了 只要細心一定可以把它貼好了 它噴水是用 怎麼噴呢 對 我也不知道耶 這隻豬很好看 好 現在我們要開始黏囉 我選我們要開始黏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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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覺得相爭式就好了 可以啦 這個架構我們弄好了 我們要不要做一個做燈籠大賽 等一下 我覺得要纏一下 再黏一點 要不然等一下水它也爽不起來 多種筆少好喔 記得喔 轉彎處也可以 我感覺上好像是我很有經驗這樣 我都是用物理來拆的 不錯 有感覺 可以喔 金豬 好 另外一邊 怎麼覺得有種莫名的成果感 請問覺得有種莫名的成果感 我來囉 work 我們來拉緊它 拉緊它再放一邊 OK OK 先踩 這叫做天生我踩 這隻是還沒有 拉皮的那個金豬 我們現在要幫他去那個 醫美那邊拉一下 就OK了 我們來拉皮囉 據說 玻璃子遇到水之後呢 等它乾的時候 它會自己收縮收起來 可是我不知道 功功率有多高啦 這是聽說的 真的是實驗性 很實驗性喔 會不會融化 希望可以成功 會不會融化 我噴囉 好 好 要多吃耶 應該這樣就好了 應該這樣就好了 就等嘛 我們先弄一面是不是 嗯 看起來好像宇宙 看起來 沒有 第二 我覺得太難了 吹風機是不是 我們有吹風機喔 沒有吹風機 可是我們開涼風好不好 覺得不太妙 我覺得不太妙耶 我覺得不太妙耶 呵呵呵 你要不要上網查一下 哈哈哈哈 有啦 慢慢的 沒有啊 怎麼收好像豆皮一樣耶 不行耶 失敗了 有啊 他說 在透明玻璃子上 用手指沾水抹 然後用手指 塗抹 乾了之後 嗯 玻璃子就會變得 風景而平衡 我覺得我們這個很容易 火燒豬耶 因為它往裡面 所以是放放在 對啊 這就是豬皮 真的豬皮 真的豬皮 我們就是要讓 大家覺得它是有豬皮 這個是 真的豬皮 可是我跟你說 我們真的不能點 會燒 它會燒 因為它兩邊是這樣的 那就用LED喔 可是它會有 一點一點的這種痕跡啊 你用手摸 應該也是會很 可是這裡就很崩了 你摸 真的 壓力好大 壓力好大 這在挑戰你的時候 欸我的天啊 它怎麼變那麼軟 對啊是不是 它變超軟的 站起來不好好摸 對 到了就是要濕透了 我覺得處處地方 能不能讓它平衡 OK 它摸 還有那一種 我們成功了 我們成功了 假裝 這根本還沒有 遠空 我最蜘蛛 喔 而且玻璃 玻璃遇到這個會變瘋子 會變瘋子 會變瘋子 OK 這樣好瘋喔 等一下呢 我覺得還是會火燒燈籠 真的嗎 我覺得一定會 因為它整個這樣看下去 它開的狀況 一定會火燒住 好冷喔 乖 豬乖喔 小豬小豬 我快要把你吃掉了 我真的很抱歉 喔 我覺得手指是其實要讓它均勻 嗯 進去它那個毛細孔裡面 好 豬 叫什麼 孔孝豬嗎 是因為我們拍了 滿長一塊石 誰叫妳要做這個 哈哈哈哈 而且我們這個豬多美啊 對 好 這樣我們把它清理開喔 有人也 瘋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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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要鬥雞眼了 這樣還是這樣 成功 小豬小豬 我要把你吃掉了 在點燈之前我們先拍張照 要不然我怕之後 不是 我們有一個滅火器 滅火器先拿 等一下 我們點燈一次 點好喔 你不要真的噴我打你 不會啦 那個安全箱沒有拔掉 不想點 點燈一次開始 好緊張喔 我不知道幾十年沒有點過燈籠了 而且還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燈籠真的是第一次 我第一次我 點燈籠的時候 開始啊 可以 點燈一次開始 我要點燈一次開始喔 我記得不夠多鞋喔 我怕小豬喔 過馬 過馬 這樣 這樣 來 高的過馬 你先找我 之後再進去 這樣比較不好 成功 滿亮的啊 我覺得有停電那個味道耶 哈哈哈哈 來 燒起來吧 不會 不會 我覺得不會 可愛 喔喔好看耶 2 3 Happy Birthday 為什麼會這樣 每條大街小巷 每個人的嘴里 見面第一句話 就是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你 恭喜恭喜恭喜你 新年快樂 所以現在趕快來拍張照 再來拍一張 這次我們這個手工燈籠 沒想到會那麼成功 沒想到會那麼成功 謝謝陳伯萱先幫我裁置那麼美的豬 然後我們到中間還有佔過他的身材 然後我們也後來邊做的時候 邊改變我們的創意 幫他加了尾巴 幫他加了眼睛 然後呢我們有一點點覺得 後來有點擔心是因為 我們這個弧形是這樣 你有看到嗎 獸形 我們很怕那個火焰會把我們的豬皮燒掉 不過現在看起來還好 這個燈籠只適合放在很安靜的地方 只要你一出去那個火焰稍微動一下 可能就燒到豬皮了 不過整體來說 大成功 耶 大家新年快樂 小朋友們不要再加獨自玩厚 不行喔 現在的燈籠都是用電子的 這是我小時候的燈籠 Happy birthday 因為7月7號 就是1月7號 是人日所有人的生日 真的有這樣嗎 我們有 所以我們先唱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everybody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是合身嗎 對 一起吹 好 好啦 這樣可以當 其實也可以當包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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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